I was blessed with the skills to make a bitch feel like shit 我是桑文代文文中代皮的扑夫曼 天气之子上映了 新海诚的又一部诚意之作 和同样是动画片的哪吒魔童匠士一起 分别代表中国和日本冲击奥斯卡 新海诚是日本新一代崛起的动画导演 大有街棒宫崎骏之势头 画风写实又极其优美 随便一张截图都能当壁纸 作为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又是一个不努力画画 就要回去继续家产的悲伤故事 父亲是大型建筑公司薪金组的社长 这是一家从明治时期连续下来的家族企业 小学时父亲就给买了电脑 那时电脑可还没普及呢 大学毕业后 他毅然拒绝了进入建筑行业 扭头就跑去游戏制作公司 做技术迷工 在一个与家族没有任何关联的领域达到巅峰 太励志了吧 但二次元不需要这种机舱 他们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直到头发越来越少 气质越来越屌丝 性格中二且不修蝙蝠 但只要是他喜欢的事 就一定要做到极致 当他凭一己之力 完成动画兴之身后 整个动画界都沸腾了 因为很少有人能独立完成一部动画 接下来就是稳扎稳打 大约三年一部作品的节奏 创作了人之彼端 约定的场所 秒速五厘米 追逐繁星的孩子 和炎夜之亭等作品 直到你的名字上映 成为2016年日本票房冠军 全球票房最高的日本电影 日本动画正式进入后级普利时代 很多人都是从秒速五厘米开始入坑的 一个直男可以写出 如果樱花掉落的速度是每秒五厘米 那么两颗心需要多久才能靠近 这么粗的台词 可见他有多么细腻 不同于宫崎骏 擅长刻画人与自然 梦想与自我等红大主题 新海城擅长处理现代社会细腻的情感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男女 在优美景色和科幻外衣的包裹下 讲述一些充满遗憾和错过的悲情故事 看过这些作品的动画里 都有一个共识 新海城不相信爱情 你的名字讲的是千年一次的彗星 来访地球后的一个月 生活在山间小乡村的少女 和生活在东京的少年 通过互换身体 拯救了原本已经毁灭的村庄 这样敏锐独特的故事 是极少数没有遗憾的圆满结尾 对天空云风宇宙特别执着 亦有村上春树的阴柔之美 感人至深又充满幽默感 如果你错过了你的名字 千万不要错过天气之子 依然是原汁原味的北美风 独特的新海城电影语言 虽然相较你的名字口碑弱了一些 却是一部中二 且少年气满满的诚意作品 况且还有小力寻配音啊